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张律师栏目 有一位女大学生今年毕业 他想留在美国进行创业 于是他就找到了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最后在张律师的指点之下 他成功的拿到了E2小额投资人签证 留在了美国 我们来听听张律师 他到底是如何指点这位女学生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这个女大学生 她到底是想要进行怎么样的创业呢 您是怎么给她规划的呢 做大学生的这种E2最有趣的就是 因为她们很多很多的想法 所以我们了解要怎么样做这个E2的时候 都会问你亲朋好友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团队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base 因为你要是想要完全去创新是非常困难 尤其时间就只有几个月 就要又要成立公司 又要写商业计划 又要做网站 所以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就要根据你有的这个团队 然后我们进行怎么样做 这位女学生有跟我们说 她们有一位亲戚是做服装加工的 是做各式各样的logo放在衣服上 然后才会拿去卖或做牌子 但是她做这个跟她在美国想要开的公司 到底要做什么 没有相关 对不对 但是我说好知道了 那我们继续讨论有什么其他的人可以帮助 那到最后我在聊跟这个女同学聊的时候 发现她很爱宠物 然后她也很喜欢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 跟我一样 那我们就开始聊起来 我知道她对这方面的热情 当然她也不知道要开什么样的公司才好 但是我知道这是她的这个passion 所以知道她喜欢漫画动画 加上她喜欢小狗小猫 然后又知道她家族有一个这个亲戚朋友 她可以帮助她来做这种加工的东西 我把这个凑合起来 帮她设想了一个商业计划 今天跟你大家分享 什么商业计划呢 因为美国这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些动画 不过不只是有人喜欢很多艺术者 在comiccon 在anime expo 他们常常会画画 然后他们会画各式各样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这种加工的话 就可以卖自己的T恤 就可以卖自己的logo 然后贴在自己的书包上 所以她的客户群并不是只是 想要买这些东西的人 而是想要创造这些东西的人的artist 对不对 所以把她的这个connection 把她的工作 这个商业计划 让所有想要创造的人知道 然后以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平价卖给他们 这样子所有她的客户群 都可以通过她的关系 创造他们自己的一个品牌 做衣服 做自己的书包 做任何的装饰品 然后让他们卖他们的东西 那样子的话 让大家都赚钱 然后让她也可以有一个 很好一个经营的一家公司 把身份留住 那小狗小猫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很多人呢 在Halloween的时候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季节 都想要把小狗小猫 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亮 对不对 让他们穿各式各样的衣服 但是有的时候 外面买的衣服 尤其在Halloween 都是看起来不是很好 要是他们可以帮小狗小猫 设计一些特别的这种logo 可以放到他们的衣服上 其实也就好了 对 因为并不是说 完全要设计一个新的 小狗小猫的服装 而是只是要加几个东西 这样子在他们已经有的衣服上 可以变成特别好 特别的这种吸引人 所以他可以把这些服务 因为以前的亲戚朋友 他们只是帮其他的大公司 或者是国家企业 做一些logo 永远都是同样的 Nike Sign 或者D Design 但是现在的话 就有各式各样的这种Design 而且都是别人设计好 他们只是来印刷 然后寄到美国 然后他来提供给客服 给这些所有的其他学生 所以这位小小的女大学生 成立好了公司 有了商业计划 有了这个理想 开始把所有的东西都执行 投资金额也不多 不到10万美金 开始创业了 申请了E2 下来了 那就非常的高兴 哇 我听起来真的觉得 你们团队太厉害了 居然能够抓住客人 他本身的一个特点 结合他现有的资源 帮他做一个这样的好的 good idea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 就这样的一个商业计划 真的可以执行吗 您是怎么帮他 一步步的去进行推广 甚至是帮他设计网站的呢 这个不难 设计网站通常都是 整个商业计划做完之后 最重要的几点放到网站上 对不对 所以网站永远是最后做 甚至有的时候 去面谈之前的两个礼拜 才把网站做好 而且做网站 可以不到几个小时 要是你全部的这些照片 都有的话 一下子就上传上去了 所以网站是最简单的 计划怎么执行 最难的就是找到客户群 愿意跟你合约 愿意付订金 但是他自己有这个的兴趣 他自己也会去参展 所以很容易的 可以找到很多人都愿意 因为他确实要给的这个offering 是帮助所有人赚钱 是帮助所有人 来提高他们的服务品质 跟他们的branding 所以很多人当然都会很愿意 尤其他的价钱又拉得那么的低 每一个这个logo 不用几块钱就有了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卖10块20块 所以利润非常的高 他为了不是这一年两年就可以赚钱 他为了是把这个公司设立好 真的可以执行 也帮助他的亲戚 接了这么多的单子 亲戚这一年两年也不会需要他 这位子女来帮他赚多少钱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公司 但是可以帮助子女 而且多了这么多的客服 要是真的可以去做的话 那市场又可以变大 所以要做一个好的公司 一定要三赢 对不对 要让你的供应商赢 要让你的客户赢 要让你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员工赢 那当然他还有可以留在美国 E2签证的这个机会 所以他也另外一个赢 然后到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赢 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公司 多了一个公司会请员工 多了一个公司会来缴税 所以对大家都是好事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 阿湘请问一下您 E2小额投资签证 如果想要获得这样的签证的话 需要什么样的要求呢 有没有最低的一个投资额度限制呢 没有最低的投资额 因为每一个公司的需求都不一样 要是你的公司已经非常成熟 有很多的客户 你可以一块钱投资也可以 对不对 因为你的公司已经存在 然后已经有这么多客户员 重点是在于你的投资 能不能让这个公司发展起来 也能不能赚到够多的资金 来超过养家活口 最低的这个minimum 所以要是公司 你不起员工 然后营业额又非常的低 然后付自己的薪水又非常少 那样子的话 就感觉你只是付自己薪水而已 不算是一个真的公司 所以美国移民法是非常非常的flexible 没有说一定你需要请多少人 你的金额 你的资金投入需要多少 怎么样公司才算真 怎么公司算是假 因为同样的移民法 cover几百万种公司模式 对不对 你是做网路营销的 还是你是做一个餐厅 每一个公司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投资款 每一个人带进来的都不一样 对他来说 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柱 他的亲戚给了他这么多的inventory 然后让他来去卖 然后又这么多的客户群 已经sign up 愿意买 所以他自己的投资不需要多 不到十万块 公司成立了 然后warehouse也有了 自己的office也有了 员工也请了他的一个朋友 然后就开始做所有的设计 付会计师费 付律师费 然后就把它建起来 然后E2也就拿到了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这个E2小额投资签证 可以让他合法留在美国多少年呢 可以留五年 然后要是最后一年出去回来 又多两年 所以做一次投资 做一个计划 就可以用七年 非常好 所以说这七年之内 他是可以自由的出入美国境 对吧 差不多 对对对 看你拿到什么样的签证 一般来讲 做完这个小额投资签证之后 然后他们会选择做哪样的绿卡 会比较方便呢 小额投资 E2要是想要转变成绿卡 那就变成投资移民 然后把自己的公司壮大 请10个员工 所以很多人选择这种方式 那也有其他人呢 他们就有E2就好了 因为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公司 公司也不会垮 然后他们就自由的用这个E2 用20年30年续签 所以没有一个limit 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士 都是选择用E2 当然也有很多人自己的小孩 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或者是自己的配偶是绿卡 或者是公民 他们帮你申请拿绿卡就够了 所以E2只是短暂的一个过渡期 让你成立公司 让你经营 让你留在这里 然后之后拿绿卡之后 那你就可以再考虑 要不要继续保持这家公司 大部分的华人朋友 拿到了E2 拿到了这个公司 就算拿到绿卡之后 他们还是会保持自己的公司 因为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对自己的这个 所有的这种expense 跟wealth building 实在是太方便了 好 今天非常的感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和大家分享 他到底是如何在两个月之内 帮助一个大学的女毕业生 写商业计划 并且成功地获得了 小额投资E2的签证 留在了美国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